记者肖于新台北报道,日前AIRBMB配合日本明博法上路,强力下架近八成的违法日租套房,消息一出引起台湾旅宿业者关注,纷纷要求交通部观光局比照办理。 事实上,AIRBMB之所以愿意配合清除非法日租,是因为日本政府清楚给了共享住宅明确的定义,让日租套房有法可循。 反观台湾,仍坚持以旧的法规思维面对新兴产业崛起,放任日租套房游走在灰色地带,不仅严重影响国内合法旅宿业者生计,更是让广大消费者的生命安全长期暴露在危险底下。 为因应2020年东京奥运到来,庞大的旅客住宿需求,日本政府有条件开放共享住宅,通过民国法,屋主必须向政府注册,确定房屋符合一般消防安检规定后并取得认证编号才算合法经营。 和一般传统民族,旅馆不同的是,共享住宅并非一年365天每天营业,经营天数上限为180天,确保是非商业化的住宅共享。 此外,日本政府还将共享住宅分成与屋住同住,即非与屋住同住两种,后者必须透过住宅管理公司管理房客,房间打扫等事务,以确保服务品质获得控管。 AIRBMB坦言,自此之所以一口气下架所有违法共享住宅,关键是日本政府针对共享住宅做出明确定义,让业者有法可循。 相信台湾政府未来也能设立类似法规,这样我们也会很乐意去配合法规管理业者,而过去十年来旅游市场快速转变, 有越来越多旅客到一个城市旅游选择共享住宅的住宿模式,这和传统旅宿形态有很大不同,需要新的法规管理。 业者分析,国际上对于共享住宅也大多采用原则性管理,例如法国规定共享住宅一年经营天数不得超过120天, 但个别城市可以因地之一,至于经营地点则不受规范,也无需向政府注册,英国伦敦营业天数上限为90天, 且要符合一般民宅法规,德国柏林原本是全面禁止共享住宅,今年5月松绑法规, 若与房东同住营业天数限制为182天,未与房东同住则为90天,以确保非商业性用途。 反观国内,政府面对合法旅宿业者的抗议,只能不断重申加强查期,打击非法日租的立场, 口号喊得震天响,还是无法改变国内旅馆住房率不断下滑的事实, 只能眼看住共享住宅市场的崛起,无论是传统或新兴业者的声音,政府都是选择充耳不闻。